国民党苗栗第二选区的候选人邱振军阵营 公布民调大幅领先 引来了对手曾文学质疑民调数字漏洞摆出 并且持续追打邱振军作为电子游艺场的房东 其实只是幌子 而游艺场呢更是赌博跟毒品的温床 对此邱振军则是反击曾文学说 自己是台大法学硕士 实际上却是台大国发所毕业 根本是欺骗详亲 邱振军持续稳定的领先对手曾文学18.4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邱振军总部发布了一份爱普罗民调数字 指出邱振军43%的支持度领先曾文学的24.6% 但曾文学立刻打脸说这份样本数和百分比的数据措置漏洞百出 能够做出这个样子差到快20%的民调 我想也只有邱振军阵营拿得出来 不只是安慰之后这更是麻痹自己的安非他命了 曾文学抨击邱振军夫妻一个是电子游戏厂的房东 一个是股东应该出面来说清楚 邱振军阵营则回籍 曾文学利用绿营的资源却不敢挂民进党党籍参选 明明是台大国发所毕业的 就是引爆论文争议的前新竹市长林志坚的学弟 却说自己是台大法学硕士 这根本是混淆视听欺瞒相亲 他的研究所是国发所的 那他的硕士研究中文是随产资源研究 以法律专业有何干系 随着投票日期逼近邱振军和曾文学双方 你来我往 从赌博赌品炒到学历和民调越打越激烈 甚至都到地检署按铃申告了 至于选民是否买单有待观察 记者张兴杰苗里报道 决定出品